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觉得害到老婆 当然这家家的我都很倒霉 嗯哼 蔡振元均有自知之明 因为涉及终影弊案的她 让她大富翩翩的爱妻马尾妹 和马尾妹的老爸 也都被列为被告 以并遭搜索约谈 专业 结果自信满满的振元 18日遭 马尾妹则被以300万交保 马尾妹老爸战获请回 美国人要不要说两句话美国人 整起事件源于蔡振元过去 和庄婉军等人 向中投购买中营八成股权 共同经营 由蔡振元担任董事长 要暂时放在她经营的阿波罗公司 但她却召开中营临时股东会解资 包括解资款的阿波罗公司 再将款项信托给蔡振元 这些钱都进入她和马尾妹的口袋 她把这些钱拿去购买南港豪宅 投资股票 外汇 甚至缴纳信用卡费用 不法所得共计3.7亿 因此张搜索约谈 没有什么隐藏的事情 哪会有必要的问题 所以那1.7亿现在钱在哪里 我都有交代必须有几 我都没有交代必须有几个 检察官复讯后 先将马尾妹以300万交保 让证园毫不担心 会很担心她吗 可以 但证园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检察官认为蔡振元设犯侵占等罪 有串证逃亡之余将她声压觐见 是说振元从去年决定再婚以来 遇事就不太好 因为她在宴课前一天 被法院判赔终以1.7亿定验 如今不仅卷入彼案 还让怀孕中的妻子 还有岳父沦为被告 也难怪她会自嘲 嫁嫁给我都很倒霉 东新闻台北报导